經管會主委顧立雄上任後 第一次進入委員會接受質詢 看起來似乎有點緊張 因為上週在議場內被巡視 S的概念 我的那一天的了解 是說這個 S是這個 那這個主題 那兩天 我還特別吧 面對立委曾命中質詢 顧立雄頻頻結巴 行政院長賴清德還在一旁 頻頻打暗號 不過財委會出女秀面對過去 永峰以及趙峰兩件金融案件 這次顧立雄有備而來 曾委能夠了解我整個 談話的一個主旨的話 應該就是說 整個的問題的面向 還是在於就是說 公司治理的一個落實 好今天的報告 我覺得他報告的 沒有任何的政策性 我覺得請經管會的局長 頂多經管會的主命 或者請經管會的 綜合規要處的處長 來報告就可以 同樣是面對 曾命中質詢 顧立雄不在 單方面挨打 雙方過程中有來有往 但面對其他立委質詢 仍出現小插曲 因為最近那個國慶 那不是那是國家慶典 那是哪 那是那是政黨慶典嗎 不是嘛 那應該可以啦 不要是照這個標準啊 這個標準都是抄前任主委 抄報紙的 還沒出席啊 還沒出席 那要不然就找個公讀生 把前面主委跟報紙 QQQ一本都 我的助理可能做的都可以比你好 我的助理也可以寫主委報告 藍英立委炮火猛烈直指調查報告沒有新意 甚至質疑顧立雄沒有主委的高度 財政委員會初體驗恐怕也著實未上任不到一個月的顧立雄 上了寶貴的一課 歡迎新聞蘇宏解定上程 台北報導